受到地方引颈期盼的捷运延伸临园线 到目前为止还在纸上谈兵的阶段 虽然包括高雄立任续长和总统蔡英文 都表达高度认同和支持 但是地方却没看到实际的进度 对此时议员黄天皇在总咨询中 要求是否加强争取 尤其是经费能够一次到位 受到代理续长杨明舟的正面回应 关心地方交通重大建设 市议员黄天皇针对捷运小岗延伸到 临园案办理进度提出执询 认为从中央到地方 包括立任市长和总统都说支持本案 但是却迟迟等不到进度 希望市府能够在加把镜回应地方的期待 我是希望我们现在的代理市长 我们梁市长可以称心招招中央 我确实说要用什么练络的方式 来趕快催生可信性评估 包括通贵心扎 关心可以让市政府来做后续相关规划 和发包 抽出经费的动作 关心可以让这条捷运完成 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韩前市长 用他的第二预备金800万 来进行这一个高解这个难言的 这一个可行性的研究 尤其蔡英文总统也曾经在林园的乡亲 也曾经表达过 所以中央对这个部分应该会非常的重视 我们会极力来争取 除了获得代理市长杨明周与诺会协助加速争取 有关中央提出将以前瞻金费补助校园装设冷气机 是否有助于高雄市推动校园装设双机 对此教育局表示 除了会按照程序装设 也让地方紧绷的财政松了一口气 虽然双机我们的烦恼是说 中央冷气已经有了 但是这个清净机的这个部分 也是让我们持户在做负担 那么这个经费 我们希望说九个局 跟我们持户团队这些 要想办法去策策 双机这个部分基本上 在高雄市是按照程序的进行 当然很感谢行政院和教育部 因为全部补助冷气和电费 这些部分补助 那这确实可以让我们高雄市的经济 财政财力负担会经济下降 黄天皇指出高雄夏天炎热 又有空气污染问题 校园不只需要装设冷气机 还需要空气清净机 希望督促市府加强重视 为校园打造更好的学习环境 记者李嘉龙黄兰君高雄报道